自从这个赛季我决心练习马超以来 这段位呀就从来没有上去过 以前在我视频里面出现的素材基本都是巅峰赛全股5000名以上的对决 现在素材里的对局段位是愈发的低了 以至于评论区经常会有我喜欢的主播段位没有高这样的话 再加上前阵子我设备出问题和太久没打游戏 游戏水平下降了小一阵子 这样的评论是越来越多了 这几天呢认真的上了点分 三天时间巅峰赛从1900打了2100了 其中要不是偶尔打了几具马超掉分 上分应该会更快 如果我每天都这么认真打 赛季莫上个2400其实很简单的 段位这东西吧 其实就是实力的一个变现而已 我不打不代表我不行 当然我说这些并不是因为大家在评论区里说段位比我高生气 只是想告诉新粉医生 这阿普很强的 交的东西可以放心使用 老粉的话我应该不用多解释 毕竟我以前的视频都是单排上百星单排打表现 并且能单排打满表现之所以练马超吧 是因为想打个百段对抗路嘛 不过 练到现在我感觉马超这英雄想玩好 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所以我打算不专攻马超了 一边玩正常英雄 一边慢慢练马超 等哪天沉淀够了 马超战力应该自然也就上去了 咳咳咱们回归正题啊 这期视频当然不只是这样的水过去 这两天巅峰赛几乎都是碾压局 也没啥好的素材 但我这两天又发现了一个非常适合补位 非常强且上手非常容易的中路英雄 就是嫦娥8月17号的时候不是教了大家一个雷霆战机吗 确实很适合咱们玩对抗路的有些时候拿来补位 但是银正这英雄吧 有个缺点就是太脆自保太差了 对面刺客一多根本就没活路 导致我后来在补位拿银正的时候 把板外对面切烂成为大破定 这补位属实就是补了个定 所以这期视频给大家的推荐一个英雄 嫦娥相比于银正 嫦娥的容错率更高 这英雄本身就很肉 下线比银正高多了 你玩银正开团被牵死 一点伤也没打出来 作用几乎等于零 嫦娥不一样 这玩意儿肉普通刺客根本不会来找你麻烦 在他眼里你等于坦克 我玩笑了他老夫子或者暗星马超杀的 几乎都不会主动对一个满血满来的嫦娥有想法 就算你不信还是在团战里嘎了 那你起码也吃了很多技能还是有作用的 然后我再来讲讲嫦娥这英雄的技能 和思路非常非常简单 不简单 我都不会推荐你们去玩这英雄 一技能就是放个球慢慢飞出去 飞谁身上就定身谁 简单吧 一个控制技能 然后命中单位能加一速 二技能就是放个圈在地上 同时自己脚下也会有一个圈 二技能就是搞两个圈出来 这两个圈的伤害可以叠加 所以对人的时候就要用这个双圈 伤害非常高 有伤害的同时还会吸对手的蓝 如果对手没蓝条 像夏洛特老夫子这种 那不好意思 吸不了的蓝转化为额外伤害 大概能增加百分之五十的伤害 双圈情况下就是三倍伤害 再加上被动满蓝情况下增加百分百的伤害 这咱们就是六倍伤害 这个二技能在蹲人的时候 特别是蹲梅蓝条的英雄时 伤害非常离谱 我玩夏洛特就很怕这英雄 再说下大招就是天女散花 按住大招不动 就会一直飞出小球来 放大期间加一速 伤害爆炸 所以嫦娥的连招很简单 一技能定人 然后二技能脚下一放 双倍快乐 在大招天女散花 满行英雄蹲到了 基本都能直接秒 而且蹲梅蓝的英雄 伤害还要更高 来个小结 这英雄又肉 蹲人又强 上分简单 很适合咱们玩对抗路的拿不到位置 被迫补中的首选 这英雄跟对抗路英雄的玩法很像 再来说一下注意事项 像前东西蹲人的话 倒是没什么需要注意的 这英雄很类似花木兰 蹲到人就是一套秒 但有一点跟花木兰不同 就是如果你一套没秒掉对手 那你基本就没了 因为你空蓝的情况下又催又没伤害 基本没有战斗力 所以你蹲到人的时候一定要确定能秒后再打 然后就是中后期的团战思路 这也是最容易劝对新手成二玩家的一个点 打团的时候你一定不能先手 除非你能保证自己先手了一定能秒一个的情况下 如果你打了一整套对手没死 只剩一千血了 你都不要打 因为对手只是撕血没死 你却变得跟超级兵没区别了 对面很快就会开你把你带走 对面的残血再躲到后面 把他的技能打出来 你们这边就要炸 所以打团的时候你就放个一二就好了 然后一直AA在旁边OB 等到对面有人被留住或者脱节 你补个大就能伤的时候 你再交大 千万不要过早的交大 一是这个大会被控制打断 二是他会废掉你的很多蓝 没有绝对的把握时一定不要交 嫦娥的所有技巧就是这些了 接下来看看我这个蓝标嫦娥怎么嘎嘎嘶的 贴疗你这些去逃逃 默奏 逃逃避你的牙子是你不想要拽打问题 佛林装智的神畅修 我没有想要不要 Zither Harp 然后出装冥王的话 我本身也不是常专业玩家 我给大家找了个国艺常的出装 给大家参考一下 好了 咱们明天见